各位麦子学友的网友大家好 我们前面的课程学了Bootstrap帮我们定义的全局的C3样式 从这一节开始 我们学习Bootstrap帮我们定义好的这个组件 那么找到这个中文文档 点开组件 那这一节我们学习字体图标 学习字体图标 那这一节呢我们主要学习小图标的基本用法 然后它的实现原理 它的应用场景 那这一节呢相对比较简单 但任何一个网站 任何一个网站基本上都离不开我们这些小图标 那Bootstrap我们可以使用250个这个字体图标 主要是这个这个网站是专门提供商业字体的商业小图标的一个网站 但是它呢免费 我们要用这个网站上的图标要收费的 但是它呢免费把这小图搜全给了这个Bootstrap 也因为我们用Bootstrap使用它的图标是不需要付费的 但希望你能加上它的这个列阶 那我先给大家讲讲一下这个小图标的这个使用方法 超级简单 每一个注意我们看这个文档 每个小图标底下都有两个样式 我们随便选一个样式 把这个一选 好我们新建一个web项目 叫CH09 然后把08的东西复制一下 Demo01 Control C Control V 好打开Demo01把写起来我们写的这个东西全删掉 好我们要使用小图标超级简单 一般我们是用在swi标签就是内联标签上 swi标签或者ri标签或者a标签加class 那力选择器给什么东西呢 你想用哪个小图标就把哪个小图标的底下这道文字复制一下 那其实就是它的两个样式注意 两个样式 报线 好运行 哎这个小图标就出现到我们的网站上 所以使用起来很简单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a标签 可以使用a标签 a标签里边我们可以使用spy标签 再选一个样式 比如说这淘心吧 ctrl c 好运行一下 这淘心就出现 ri标签上也可以使用 所以小图标的用法是很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再看它的实现原理 在2.x 在我们bootstrap2.x的时候 这个小图标的实现原理是怎么实现的 就是把所有小图标放到一张图上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背景来进行定位 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 我们网页变大以后 这个小图标的这个小图标会失真 到3.x以后我们用了自己图标 大概的原理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font里边 有一些服务器的字体 主要各种各种格式的这个字体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同的字体 比如相同的字母在不同字体底下 显示不同的图标 举这样例子 比如说我学个A标签 比如说我的这个 不是A标签 学个A吧 A字母 你给它选一个特殊的字体以后 它可能变成个圆圈 在选另外一种字体的时候 它可能变成一个方块 所以这个小图标是怎么出来的呢 大概的原理就是 我们给不同的字母设不同的字体 会出来不同的什么呢 这个小图标 那小图标就这样出现的啊 这样一个原理 所以呢我们也不害怕 用这样的话就是 用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 网页放大 这个字体 这个小图标不会失真 不会失真的 也不害怕 客户端找不到这个字体 我们用的是服务器字体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 服务器字体可能缓冲到本地 稍微性能稍微能差一点 但是也无所谓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字体实现的 小图标实现的这个原理 然后我们看小图标的应用 在什么情况下应用 可以在各种元素内使用 刚才大家演示了 可以在spyA标签上使用 那有时候我们在A标签上 经常还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说给classbtn btn 然后给一个default 这样的话 A标签就作为一个什么呢 按钮 A标签作为一个按钮 按钮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图标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按钮里边 加这个图标也行 直接给个button tap button classbtn btn 比如说给个danger 在button里边 我们放一个spy标签 那spy标签上 我们给它一个样式 图标样式 比如说 小房子吧 Ctrl C class Ctrl V 这地方我们可以给一个 注册 注册按钮 好运行一下 但最好在按钮和文字之间 图标文字之间给个空格 这个空格不一定能起作用啊 有一点点作用 你如果还想空格大一点 那就是 nbsp 好这样的话按钮上也有图标 你看这个图标的颜色也根据我们这个按钮的效果在变 那以前图标呢 只是黑白的啊 好 这是我们在各种标签底下都可以使用这个小图标 RI上也可以使用 就被大家讲了 那么再看另外一种使用场景 在按钮 在工具栏 我们做个工具栏上使用什么的小图标 那在这个文档里边从上往下拉 这给我们举了个实例 什么叫工具栏呢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但他没有给出原代码 这个文档没有给出原代码 我给大家写一下这个这几个的用法 他的原理就是把它放到一个什么呢 DIV里边 DIV里边呢 是一个工具栏 再放到DIV 是一个buttongroup 然后放很多的什么呢 A标签或者按钮都行 好 给大家写一下 我这给一个HR 首先我们给个DIV 这个DIV呢 类选择器我们叫bt2rbar 表示这是一个按钮的工具栏 再来个DIV classbtgroup 这是一组按钮 这两个样式基础啊 两层DIV一层是什么呢 bt2rbar一层是bt什么呢 group 那么在这里边给一个 A标签 HREF 锦号连接到前一面 classbtn btn default 按钮这个A标签的样式 然后A标签里边我们给个spy spy标签给这个图案 那A标哦 spy标签给图案 那给个class 那图标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 比如说这给个博士帽 Ctrl C Ctrl V 好这是一个按钮 把它选中一下 Ctrl C Ctrl V Ctrl V Ctrl V 给四个 给上四个不同的图标 Ctrl C 第二个图标 再复制一个就不复制了 但随便找吧 找到你想用的图标 把它样式复制过来就可以 好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样的效果 注意 一个按钮组 一个按钮组 每个按钮上有不同的什么图标 那就是我们这个效果 那这个呢 大家记住 这个效果 这大家记住什么事情呢 就记住我们的这个 放一个DIV 是BTN12R 再放DIV叫BTN Group 这里边放每一个什么呢 A标签 A标签里边附带一个图标 那么再看底下这个 这呢有四个按钮 它大小不一样 大小不一样是因为 它这个Button上给了一个 BT Large和BT什么呢 给的BT Large 比如BT MD SM等等 好复制一下 Ctrl V 保存一下 这比较大 那小点的话呢 你就不要这个 XS 小点的 这是按钮的这个大小 还是按钮的大小 和我们这个图标没关系 那图标放到按钮里边 它自动的 大小自动的 好 这是我们工具楼的这个样式 那么再看输入框的样式 输入框的样式呢 就是这个就出来一个稳稳框 稳稳框的左边呢 你给一个什么呢 图片 好 那么做一个输入框的样式给大家看一下 我首先给个DIV 这个DIV呢 我们给一个 class col s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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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put group 表示是一个输入框的一组 再来个spy spy里边给个class 然后给一个input group addon 那表示这是按钮前边的那个图标 这里边给一个spy 那spy上给一个 样式那比如说博士帽吧 ctrl c 然后这边给我们的文本框 input type text class form control 好运行看一下什么效果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文本框注意 文本框左边有一个小图标 大家经常接这样的效果 那这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这是一个DIV DIV呢占了我们小屏幕的三格 我们三格十二格的三格 左边呢空了两格 就向右移了两格 接下来是这样的 我们放到一个DIV里边 DIV呢是input group 表示这是一组什么的输入框 如果你没有这个input group的话 这是一个图标 这是一个文本框 它俩是独立的 没有有一个整体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spy上给一个input group add on 然后呢在spy里边再给spy标签 才给他给我们一个附带的这个图案 啊 这输入框 那这个标签 这个小图标呢 我们还有在这个下拉框上使用 那下一节我们给大家讲下拉框的用法 好小图标呢我们先讲到这儿 把这几种用法 大家照着我的这个代码 然后都什么呢 在自己电脑操作一下 好这一节就讲到这儿